首先我們將學生所做的成果全部排成一排 稍後把它放到掃描器裡面 這次的話我們做的是AC上面兩個C式度二重複 下面是EC也是兩個C式度二重複 接下來這一塊的話 我們從這邊開始 這一塊如果想像把它翻過來的時候應該是在這裡 阿遠經過剛才測試結果要頂住這個地方 然後呢每一片都相接 這個其實鏡面我已經先擦拭過了 盡量保持排列整齊 這樣子OK的時候呢我們蓋下來 進行軟體操作 軟體操作我稍後會有另外一個影音錄音檔專門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是配合著實驗在操作 現在這次我們使用的阿遠一直以來都是使用Linux系統 今天我們使用的是EZGO11 這個是NTPC NTPC是這個年度新北市教育局採購一萬台的電腦 發給新北市各個學校 其中他們安裝的是NTPC 全部都是自由軟體 全部都是可以合法使用 而且把軟體做散佈 這個以後阿遠再進行介紹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掃描軟體是XM 好那我們來開始今天的測試 視窗顯示預覽 顯示預覽呢 第一個我們先獲得 我們先設定JPEG的檔案沒有錯 剛才這個是第二組 我就把它設成Group02 因為我一組一組會去調 所以我就不設定這個 那軟體的設定我們以後再說 根據測試 600個DPI就可以看到 但1200個DPI 它的畫質會更好 好我們按獲得預覽 可以看到畫面已經有預覽畫面出來了 如果說這樣子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按下掃描 JPEG檔 檔名沒有錯 我這邊洗一下一下好了 我自己習慣這樣 600DPI 這時候按下掃描 好 在等到掃描過程中阿元順便聊一下 這台掃描是阿元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從Grogy sale買回來了 雖然已經很多年了 而且我記得是10塊美金 但是現在其實用起來還蠻好用的 少到1200個DPI也都沒有問題 好現在進度 再慢慢的進行